許淑華議員想要去挑撥 我們黨內的關係 是不可能夠成真的 民進黨還有機會 民進黨既然已經在我們的選區 提出了錯誤的人選 可是大家要注意到 還沒有正式的向中選會登記 所以如果現在要把許淑華換掉 各位民進黨的好朋友 還來得及再做一次選擇跟機會 就像是林志堅換人一樣 我現在開始擔心我的競爭對手 許淑華會被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被換掉 2024 重返執政 非常感謝我們的信義南松山 所有的好朋友 對我的支持跟鼓勵 也很謝謝我在初選的時候的 這個競爭對手 我們現任的費榮泰費委員 那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民主的風度 那初選過後 我們一同團結 目標很單純 就是我們希望國會過半 中央能夠重返執政 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一地大家會攜手一起打拼 為了國民黨 為了中華民國 那已經跟費委員聊過了嗎 有沒有其他支持 我想其實在整合的過程當中 我百分之百的對國民黨 對費委員 對整體是有信心的 但我都覺得說 將心比心 如果今天換作是我的話 我可能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有非常多的長輩跟前輩 他們都會在這一次的整合過程當中 已經答應會做完全的協助 這都是在民主的政黨當中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擺在說 我們初選過後要一致對外 他應該先憂心擔心自己會不會坐牢的問題 那我想其實這個許淑花議員 過去她都假裝自己很認真上班 甚至在臉書上面留言說 我會認真上班 卻被我發現有30多次 高達30多次沒有出席 而且她不是留在議會裡面看轉播 而是跑去民進黨的中常會開會 這代表了許淑花認為 民進黨的中常會 比作為一個民代作為一個議員 在議事廳裡面為民眾發聲審查預算還要重要 這樣子的新潮流黨議立委 這樣子的新潮流的所謂的黨議的圖章 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所以千萬不能讓這麼不認真問真的民代 進到立法院裡面 那我想國民黨會全面的 來把這些事情給揭露出來 讓民眾知道國民黨才是認真負責的 那讓國會過半重返執政才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所以我想這個許淑花議員想要去挑撥 我們黨內的關係是不可能夠成真的 民進黨還有機會 民進黨既然已經在我們的選區 提出了錯誤的人選 可是大家要注意到 還沒有正式的向中選會登記 所以如果現在要把許淑花換掉 各位民進黨的好朋友 還來得及再做一次選擇跟機會 就像是林志堅換人一樣 我現在開始擔心我的競爭對手許淑華 會被在這個過程當中就被換掉